强声一响 八位选手全力冲刺 要争夺世界接力赛冠军 不过在这场比赛中 引人关注的 可不是谁跑比较快 而是这组日本选手过弯道时 准备接棒的奇怪举动 原来他们发生了失误 差点弄掉接力棒 慢动作可以看到 棒子本该传给下一位选手 却在交棒选手手上弹了好几下 甚至还滑到他的手肘 最后又弹跳到空中 才被选手惊险接了回来 但两位选手临危不乱 展现超快反应力后 还跑出小组第三名的成绩 可惜人影接棒失误犯规 被取消资格 但这段接棒神迹 仍然成为话题 而另一位柔道选手 则是真的在比赛中 屌东西当场糗犯 身穿白色柔道服的葡萄牙选手 跟蓝衣服的瑞典选手激烈攻防 两人弯着腰对抗时 手机竟从葡萄牙选手胸前掉出 立刻被对手捡起来 出示给裁判 这个奇怪的突发状况 让比赛因此暂停 随后葡萄牙选手就被取消资格 发生令人傻眼的搞笑插曲 让原本刺激的柔道赛 瞬间失了焦 记者综合报道 李宗盛侠的小斗 谢谢观看